至少会有三种 那这个我们一般实际上在使用的话 不外乎就是第一种 你可以用那个所谓的query table 那query table呢实际上 就是利用像那个 从那个资料里面有个从web 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今天呢要抓取资料的话 你可以从资料里面有个从web 那这个从web 它里面会跳出一个 比如说跳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你上面有个网址 那请你告诉我说 比如说你那个网址 比如说你想要抓什么资料 在哪里 比如说呢 你只要那个 那个网页里面只要有table 那所谓table就是有表格的话 它就会出现一个 前面一个黄色的箭头 你可以把它打勾 比如说常用的范例 像我用yahoo的那个股市资料好了 比如说yahoo股市里面呢 你如果希望呢 抓取yahoo股市里面的资料 像当日行情好了 比如说你们先从那个浏览器里面找到 然后把那个网址贴上 或者是直接 像我这边预设就是那个yahoo的首页 所以我进来的话 这边有个当日行情 那比如说我想要抓那个 比如说里面像食品好了 比如说OK 那假设我这个食品 你点进去之后呢 其实只要是什么样呢 只要是表格啦 table 那这个table呢 在html那个网页的格式里面会有个标签 它的名称叫table 所以它query意思就是它会帮你找 找什么 找里面是表格的资料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产生一个 就自动在里面分析 也就是如果说里面呢 假如是表格 它会怎么样 它会自动帮你在旁边有一个打勾的讯息 那你可以怎么把它打勾 表示说你要抓的是这个表格 那你按贿赂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你要贿赂到哪里 那你就直接按确定 它就会帮你把网路上面那个表格 直接抓下来 OK 那这个方式是其一啦 不过 雅虎股市它有一个缺点 它会保护 所以如果你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呢 它抓下来 我看一下 它抓不下来 不过我会讲如何把它破解 其实它有一些方式可以破解 或者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去抓取 那第一个方式是用creditable去做抓取的动作 那第二个方法的话 也许就是说你可以用 我在云端上有提到的第二个方法 而且你们等一下看一下 那个问题06里面的 从云端一连下载资料 里面有个程式码 你把它点开来 那我这边就有讲了几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从网页去抓 第二个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呢 用那个 在VBA里面 其实你可以去借由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的话呢 就是XML的HTTP的一个物件 你可以借由这个物件呢 去抓取 这个网路上的任何资料 只要是它是放在网页上面的 或者是放在 像现在很多政府机关的开放资料 它的格式像CSV 或者TXT啦 常用就CSV 或者是JSON JSON JSON档 反正你只要是 各种形式放在网页上 它都可以去帮你抓取 那我们可以利用XML HTTP这个物件 可以把它抓取 那这种方式是第二种方法 那第三种方法就是 你还有 直接可以把IE软器 这当成一个物件 那也就是直接把它呼叫进来 然后呢 去控制 IE软器的动作 也就有点像 你在背后去直接IE软器 那它会帮你载入某个网址 那再把那个网址里面的资料 给抓到这个XL里面 不过以难度来看 刚好就123 最难的就是IE软器 因为里面会牵涉到很多的 像物件的控制 或者是说呢 可能还要会JavaScript 另外还要会HTML的一些程式 不然的话恐怕你没办法 那么轻易的控制 所以也许我们今天大概就 前面两种方式也许会带一下 就是怎么样去做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也许假设 我今天希望抓取的资料来源 是一个网页 不过在讲网页之前 就是通常可能大部分抓取的资料 也许是自己公司内部的 有些资料 那你可能要放在网 就是伺服器上面 再让其他人去抓取 可是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架式伺服器 还要怎么样 还在把它 像之前我们教过那个SAMP 那个资服器 其实它那个也可以来架设网站 如果说你要把资料再分享给其他 你可以用PHG叫MySQL 如果光这些技术呢 其实对一般来说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今天要讲的 我们讲另外更简单的 就是你可以透过什么 云端硬碟 Google的云端硬碟 其实呢 它就提供你大部分你可能需要的 就是你可以不需要架设网站 但是它就有那个架设网站的那些功能 OK 比如说呢 我今天想要什么 把Excel档 分享给其他人 但是呢 我分享的其实是一个网页 我要把一个Excel档案 变成一个网页 那以前你可能思考 那时候应该会想说 是不是要找工程师 来跟他讨论一下 对 其实如果说你懂得Google里面的云端硬碟的话 其实根本不用 OK 你只需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说 那你一定要Google账号 我这边demo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呢 像那个上个礼拜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 我也是跑掉 把它重新 有时候这个位置会 OK 假设这样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要去更新这个资料 那我所谓更新资料 就是说我们这个资料来源 比如说我们这边 这一个我总共有900多笔的资料 那这个资料呢 当然有可能会更新 因为大家都在用 那所以大家都在用怎么办呢 你势必就要跟人家同步嘛 那如果不跟人家同步的话 如果比如说我讲过嘛 之前我们大家共用 那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那势必需要有一个地方 或者有一个leader 他去什么 帮大家做整合的动作 而且你可以整合到资料库啦 而且你也可以整合在一个档案里面 其实都可以 可是问题啊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当我就是上班的时候呢 我可以怎么样 再到网路上去把它捞下来 那怎么捞下来最简单 其实我这边demo一下 其实你可以利用像 VBA里面的一个功能 就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第一个 先把 就是假设那个leader 他可以呢 把Excel变成一个网页 那我们再用CreateTable呢 再把它抓下来 可是抓下来 我需要怎么样 把旧的资料全部删掉 对不对 删完之后的话呢 再从网路上 也许去找到它 再把它贴下来 不过如果你希望 不要麻烦 最好是一个按键 那这个按键的话 demo给各位看 里面其实就是 按个更新吧 他就可以把旧的资料删除 然后呢 从网路上去 再去抓最新的资料 你会发现 这边底下会出现 正在截取资料 然后呢 他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网路上面的 那个资料 从云端一叠上面 把它下载下来 并且呢 把它帮我放在 我们的A栏里面 OK 那不过你会看到 这个按钮 会变形吗 那为什么会变形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好像忘了 做一件事 就是那个 按右键 控制项格式 有没有 前面好像有讲过 摘要资讯 大小位置不随 储存个改变 不过好像在 2010 2013好像就不会 有这个问题 在207反而会有问题 不过我没关系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它可能会 因为可能是蓝宽的变动 不过理论上 它应该是不会有 这个问题才对 这个我再看一下 那这边的话 我是多做一个 那个所谓的更新 更新那个 资料的一个按钮 按一下它的话 它可以帮我们做 做完我们要的事情 那里面实际上 大概有几个动作 不外乎就是 第一个清除旧资料 清除旧资料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贿赂新的资料 到我们的这个A栏 的A1 就是把那个网路上的资料 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第三个呢 就是因为下载下来资料里面 会有可能多两栏 两粒也是空白的 所以把它删掉 然后A栏是多余的 把它删掉 另外就是把它怎么样 在栏宽调整一下 最后呢 游标再放在A1上面 OK 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 那讲完第一阶段之后 我会再讲底下 HTTP的那个物件的 使用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理论上 各有优缺点 怎么做呢 首先 因为我们要从网页上面 去抓取资料 所以待会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说 第一个 请你把你的那个 比如问题05 之前上课的任何 也许范例档案里面呢 你把它放到网路上面 变成一个网页 那要怎么样把 比如说我今天用问题05好了 这个档案我要怎么样把 Excel 变成网页 那其实我刚刚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你可以利用云端硬碟 可是云端硬碟 第一个啦 我想应该大家都 有用过吧 可能不熟啦 不过没关系 那我建议各位 可以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它 对我来说 我至少使用它超过十年了 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 它其实没有跟我收过半毛钱 但是我用它 用的还蛮顺的 以前可能要架设伺服器解决问题 后来我干脆就用它的了 不过可能也不能讲太大声 会不会Google到时候知道的时候 就要开始要收钱了 那我发现还好 我用了 而且呢 有的档案甚至超过几GB哦 如果几GB你自己架伺服器哦 如果跟外面租用平宽的话 哇那不得了了 可是Google居然都没有跟我收钱 不跟我收钱就算了 还会给我 每个月还会定期给我钱 这倒是很妙哦 而且不 不但没有跟我收钱就算了哦 我的云端硬碟里面有没有 其实我云端硬碟目前的那个空间哦 它不但一般人 如果你们哦 没有做任何就是付费的动作的话 其实你们一个人大概就15GB 这标准的 可是呢 我现在的空间是多少 1.02TB 我也没有付一毛钱 他给我1.02TB 是TB不是GB 相差是1000倍 也就是我有1000GB 1000GB说真的 我再怎么丢 用力丢还是200多 OK 那为什么他会给我这么多 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你如果想要免费得到这个 主要是Google地图 Google地图里面有一个叫在地想导 那在地想导 不知道各位有用过 在地想导方案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出去玩的时候 你可能比如说餐厅 你吃饭有时候习惯会照个相 纪念一下 或者分享一下嘛 然后你会评论一下 这家餐厅好不好吃 对不对 那我也是这样 只是说我把照片 分享到Google地图上面 另外评论一下 这家餐厅 五颗星给他几颗星 当然不是只有餐厅 食衣住行娱乐 各种 只要在地图上面有景点 那我就可以把它加 那我只要他有升等嘛 那做一次不知道几分几分 那我最后的话呢 只要好像是几分 我有点忘记了 大概几百分吧 很快 一个礼拜 就给我一TB了 一个礼拜哦 但是我也不要乱 我不是乱评论的哦 我是真的很用心在评论 所以你们可以看啊 如果说你在Google地图打开 对不对 理论上呢 我这边是您的贡献 如果你不是您的贡献 可能是申请在地详导方案 因为你要申请 他才会给你这个 那有点像玩游戏啦 跟那个抓 那个抓怪差不多嘛 反正你到一个地方 所以我现在很热衷嘛 反正到处去 对不对 然后就赶快拍照 然后上传 然后评论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 我现在的点数已经超高了 我现在的点数已经是 等级是第五级了 而且呢 他说您的记录辉煌 已经用辉煌来形容了 因为可能很少人像我这么疯狂吧 因为我是算是那个 这个APP啊 不只是在用电脑 手机上面有个APP 看到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 差不多只是缩小版 所以我会到处去 另外我会用它啦 因为大家分享 所以呢 如果你去吃饭之前 我会先确定这一家一定有四颗系以上 我才会去光顾 为什么 因为很 如果人家还没去之前 打个雷 你就可以不用去了 雷啊 我想刚才讲什么叫雷 原来是地雷 OK 它减身就雷 那也就是说如果太差了 像住宿也是一样嘛 那它会评论 那大概就是考虑要CP值嘛 对不对 看一下会不会怎么样 看一下 你要进去之前 你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或者你要去那边住的时候 你先确认一下别人怎么 来分享 所以这也是一种共享经济嘛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这里面的话 如果你好像 我记得好像只要几分啊 150分还是200分 升级到第三集 你就1TB了 OK 所以这个当然提供了各位参考啦 那我的相片啊 这个观看次数啊 我的相片已经传了几张了 已经传了1000多张了 那我的观看次数的话啊 已经超过300多万了 这有300多万观看次数啊 那这也不是一天啊 大概 不过北极大概一年左右吧 那我就有空就传 有空就传嘛 反正这 对我来说 平宽反正又不用白不用啊 你只是分享 只是说你要习惯性的记录 那这个好处是说 如果你去过的话 他会帮你记下来 好 然后呢 以后在那个Google地图上面 也会帮你显示 这张照片在哪边拍的 然后别人只要点到这里的话 他如果去到我一样相同的地方 他也会看到我拍的照片 或者他即便还没去之前 他可以先看我的 那个相关的评论 那感觉还蛮好的 OK 所以像我去的 最多人看的就是 神户牛排这个啦 因为我直接站在门口 但最后是我有进去啦 只是我看到那个menu之后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点 为什么 因为他的那个 他的价格 外面的价格 这个好像是 不是哦 他里面还有一个 更厉害的价格 都是六位数字起跳的 OK 不过他真的很好吃啦 而且还得奖 这 OK 所以这个大概我 就是跟各位讲一下 我 为什么我的 是一TB啦 OK 就在地相导 最近 像 过完年之后 其实 因为现在大家最喜欢去日本 所以我其实 其实 不免俗啦 我大概已经乱跑 已经 大概就会 可能 关系大概去很多次了 现在可能要 再往关东跑 不过感觉 关东可能没有关系 那么好玩 不过还是去看看 然后就是去研究啊 然后就会去之前 就会先 有没有 做一些功课啊 怎么做 怎么做 没有 真的你可以先 那这样好处 就是说 你就可以知道 说你要去哪边玩 OK 那我不喜欢跟团 因为我第一次去东京 就是跟团 当你 很想要停留的时候 他说要走了 当你不想要去的地方 他又偏偏就在那边很久 对不对 那没有办法 所以有的时候 干脆就自由行算了 而且自由行 要做非常多功课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到达你的饭店 而且我还带一家老小 又不能让他们 对不对 而且他想说 什么方式呢 尽量花最少的成本 然后让他们感觉到 这个物超所思 这当然也需要做很多功课 不过也是有乐趣 好那这边的话 第一个就是云端硬碟 那里面怎么样增加 那个你的空间 那当然你们一般 如果没有 你就15G 不过15GB 其实很够用的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 把你的 Excel档案 关键就是Excel档 如何变成一个网页 变网页的话 特别重要 一请你先进到云端硬碟 二的话呢 请你先在这个云端硬碟里面 也许新增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 自己取个名称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有个TEMP好了 比如说我暂存的 练习用的 再来我希望怎么样 把我的Excel 传上去 变成一个 这个网页之前 你需要做几件事 第一个 点那个右上角一个设定 设定里面 我特别注意 如果你 因为我上课发现 很多同学都英文版的 英文版一看就知道 你根本没用过 或者你很少在用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英文版 很简单 请记得 在右上角 设定 就是那个齿轮 有没有 请你在那个齿轮上面 按一下那个设定 设定里面有一个 就是也许你是Settings 如果你是Settings 请你按那个语言 Language 把它变更 它会跳出说 你是不是 因为我已经是繁体中文 它会跳出说 你是不是要全部变更为繁体中文 那上面那个全部变更 你按下去 它就全部变成繁体中文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要把它 转换成网页 这个地方是关键 转换上传的档案 因为呢 你原来是Excel 是微软 Microsoft的Excel 但是呢 Google的云端一点 它也是试算表 可是它不是Excel 它叫做Google试算表 那两个之间是很像 但是并不一样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 这边要打勾 打勾的意思就是说呢 它会帮你把Excel 转成 这个Google Google的格式 那如果说你有打勾 跟没有打勾 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如果先不打勾 先传一次 传的方法 按右键 这边有个上传档案 或者是我习惯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呢 你可以用视窗拖拉的方法 这样拖拉过来 其实也可以 一拖拉 有没有 放开 它就在右下角会出现 让你知道说 它已经传上去了 传上去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刚刚有设定的话 会是这样的 下面的图示 如果你没有设定 是这样的图示 OK 特别至于 那什么时候要设定呢 就是你要发布的话 一定要用Google市转表 但是另外什么时候不要设定呢 就是当你这个 以色列党先要备份 而里面有VBA的话 记得不要转 为什么 因为你一转 Google市转表 它的VBA就会消失了 OK 这两者之间 我想你可能要知道 什么时候该转 什么时候不转 不过我建议是常用 你用久了你就知道了 好 那我假设我这个档案 已经把它传上去了 那我再传一次 就是这边 把这个 因为之前有做过的 这些都把它删掉好了 按右键移除就好了 然后再设定一次 这边的话呢 将以上传 这边打勾 按完成 完成之后呢 一样再把它档案传上去 那传上去的同时 它会做两件事 第一个 把Excel传上去 第二个呢 自动在帮你把它转换成什么呢 Google市转表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图示 有没有 就会马上改成这样子 所以特别注意 这样的图示 它会自动帮你 除了上传之外 它会变成这个格式 那如何变成一个网页发布 其实非常简单 打开它 找到什么功能呢 找到在 特别注意 打开 这个时候特别注意 它是Google的市转表 已经不是Excel了 OK 已经在云端上面了 那如果要把它发布 变成网页的话 请你找到档案 档案里面也要发布到网络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要把那个Excel变成网页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用云端一点就可以了 那记得 档案里面有个发布到网络 特别注意 可能有些细节要注意一下 档案的发布到网络 第一个 请你不要发布整份文件 我的习惯是发布 单一个工作表 但如果你没有特殊 我们等一下练习 请你先改成什么 把它改成就是 问题05 因为它如果整个文件的话 里面如果还有其他的工作表 它也会一并发布 会变成好几个 你要切来切去 我觉得不OK 因为我们尽量单纯一点 我只是要把某个工作表 发布出去 然后呢 发布的格式 它还有四个选项让你选 那我们先选网页好了 后面其实还可以练习用CSV 或者其实你可以用PDF 像PDF之前同学也 就是经常有跑来问 那要怎么分享给其他的 其实很简单嘛 你发布成PDF之后 再把它变成QR Code 以后呢 人家手机拍一下 你把它印出来 公布来 让它扫描就好了嘛 那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你要 发布成什么呢 PDF的话 你就发布 按下发布嘛 这个时候它会出现说 您确定要发布这个项目吗 那你就选择确定就好了 可以这样 看得清楚吗 可以吗 那你如果要边做的话 OK好 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它会产生一个网址 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它复制 或者直接前往好了 因为我用Chrome 它直接前往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以色变成PDF 那这个时候 它会自动怎么样 跳出要让你下载成PDF的讯息 那你只要存档之后 它会帮你下载 那你可以再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浏览器 利用那个PDF的Reader 打开就好 那个好处是 它可能只能看吧 然后它如果要做后续处理 它可以再去做 但是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说对方 它是手机或平板 它要扫描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 我是会用一个方法 这个也是复制一下 那之前好像在第一次上课 有跟各位分享 用GOO.GL嘛 有没有 GOO.GL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它最大的用途就是说 第一个 你把网址贴上 有没有 可以按Shoot 它会帮你怎么样 缩短网址 你就把短的网址告诉对方 可是对方如果是手机 或平板的话 你叫他输入 简直是太辛苦的事情 对不对 你打网址在手机上 它可能比较需要的是一个QR Code 它怎么产生QR Code 很简单啊 你看一个DOM 对不对 那你的这个 这边有个 最后边有三点 对不对 你就这边有个QR Code 它就躲在这里 你只要Shoot &完之后 这个贴上Shoot & 它就会在这边出现 这个网址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有个QR Code 那你只要怎么样呢 把这个QR Code点下去 它就有个QR Code 那你可以怎么处理呢 按右键嘛 你可以复制这个图档 图片嘛 那你可以再怎么样 也许你可以再把Word打开 贴上去 放大 列印 贴在墙壁上 以后人家一扫描 PDF自动跑到手机里面 也可以是网页啦 也可以是其他的 都没问题 所以其实这 那也就是刚刚讲的 你要如何把 Essail变成网页 变成PDF 再变成QR Code 其实通通靠 Google就搞定了 而且完全 不用写到任何一行程式 那也不要把它想太复杂 这些东西呢 我是还蛮推荐的啦 那这个 这个第一个 它当然是整个稳定性 都还蛮好的 因为Google 它的制服器数量 多到你无法想象了 它最少200万个制服器 24小时 帮你在那边服务 第二个呢 这些服务 基本上目前都不收费啦 那未来要不要收费呢 其实理论上 它也是透过免费经济 共享经济起来的 我想它如果收费 那恐怕它就没有 可能又不一样啦 OK好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请各位先试着 第一个啦 我们比较重要的是 发布不是PDF 请你把它发布成网页 然后呢 如果你要重新发布的话 下方会有一个 下方会有一个 已发布的内容 那你请你怎么样 先停止 把它停掉 重新再发布 重新再发布 把它发布 刚刚是PDF 也许你可以把它发布成网页 然后再按下发布 底下有躲一个机关 它本来没有 特别重要 你要重新发布 它就有躲一个机关在这里 你要把它怎么样 把它点开来 让它停止掉 再怎么样呢 重新再发布 成什么 成网页 发布 OK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如果再前往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 当然你也可以缩短网址 一样还是可以给手机看 而且我发现在手机看 还蛮蛮好的 为什么它会自动缩放 也就是网页 你给人家 人家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样Excel就可以马上变成网页 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可是网页 那怎么样 又从云端 再到其他人的Excel里面 比如说我是个Leader 我资料放上去了 那我就告诉大家说 你们再去更新 那怎么更新比较快 也许我先写个VBA 以后的话 我旁边的按钮按下去 你每天更新就好了吗 OK 那把画面 你们先试试看好了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人如何去抓取这个资料 我们再来好 我们再来好